好,那么这个影片是我们刚刚已经整理好的影片 我们把它一样再放回来剪辑 这时候要加字幕 我们刚刚已经有把字幕档先修过了 所以这时候只要在字幕工坊 字幕工坊这边点选 然后这里我们用直接汇入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从SRT字幕档或TXT汇入字幕 然后我们会选刚刚已经整理好的文字档 打开之后它就会把这个文字通通套进来 根据这个时间把它套进来 套进来之后我们要先改它的字形 改字形之前要把所有的文字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 然后去点选字幕 你选所有的文字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它在这里慢慢的跑 所以你的电脑会有点lag 要等它跑完 跑完之后来选字幕 所以点选字幕的字形 那这边会建议各位使用自己买的字形 或是王汉中的自由软体字形 那建议不要使用微软的 那你使用微软的呢 因为我们虽然买了Windows 但是并没有买Windows字形的版权 所以你YouTube如果用它的字形去发发行影片的话会有问题 之前有那个YouTube被告 所以这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选这个字形 选好之后套用之后呢 它会再跑一遍 那这一遍跑完之后 它就把你所有的字幕都给套上去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输出 所以输出档案 好那输出档案的时候 记得要选一下 不要把刚刚的档案给盖掉 所以我们多了一个韩字幕输出档案的 我们把它存在这边 但是我先去抓一下这里的名字 复制一下 然后我要存在韩字幕的输出档案 再按下 改一下名字 这是韩字幕的 确定 好那一样 开始做转档 等它转完之后呢 这一个影片就是已经把你的文字字幕内签在影片里面的一个档案 这边顺带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的电脑在做剪辑的时候 在输出这个阶段 它使用的是CPU 大概五成到七成的处理器的效能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有装外显卡 显示卡 独立显卡 那它会占用三成到一半的功能 那在卫力导演里面呢 如果你要让你的独立显卡帮你做运算的话 请你记得你要去安装卫力导演的更新档 你在还没安装更新档之前 你的GPU是不会动的 输出完毕之后呢 你的档案就已经含内签好字幕了 所以你可以点开来检查一下 这是红外线感觉器 以及可以捕捉到红外线 红外线的输入是在画面上 检查一下 好 障碍物的侦测 好 没问题